澳洲《每日電信報》記者沙瑞·馬克森 5月13日告訴主持節目的前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之 自今年爆發以來 我們發現世界頂級醫學雜誌自然 發表了一篇有關新冠病毒的文章 是關於病毒是如何從動物傳染給人的 整個研究依賴於一個中共軍方實驗室提取的 病毒及測出的基因序列 也就是說中共軍方在做病毒分離 和基因測罪的工作 中共病毒研究報告調查員實為中共軍方上教 這篇文章的致席部分有曹武春教授 是他協調了這項研究 後來曹被發現實際上是中共軍方的上教 但文章處名中並沒有透露他們的名字 這個中共軍方實驗室的名字都沒有在雜誌上披露 馬克森說文章在2月份提交並通過同行審查 於今年3月發表 之後中共軍方在無數場合提到了這項研究成果 並阻證果子梨是病毒的中間宿主 他表示軍方參與相關研究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 這個其實是非常大的問題 表明這項研究可能存在著折衷或妥協 他們的一個共同作者是來自悉尼大學的教授 我向他們提出了一堆問題 他一點都沒有否認 他完全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 而他所得到的五眼聯盟的調查文黨 其中撤食的數據奠定了西方打算起訴中共掩蓋疫情的基礎 非常令人信服 全部都是事實 顯示出中共當局試圖掩蓋有關病毒的消息 並阻止世界了解疫情真相 馬克森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關乎中共實際上的所作所為 即阻止世界其他地區了解病毒的實際情況 這個不僅直接導致了幾十萬人的死亡 而且對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一個中共應該為這場大瘟疫負責的問題 這件事情的最根本問題是 新冠病毒最早發生在人全人是在去年的12月6日 但直到今年的1月20日中共才最後承認 而期間中共所做的就是持續否認病毒具有傳染性和致命性 並銷毀證據 中共對瘟疫的掩蓋達到了極致 並且夥童世衛一方面譴責那些頒布了旅行禁令的國家 一方面卻禁止民眾在國內旅行 為他們知道這個病毒有嚴重的傳染性和致命性 中共軍方參與和主導病毒研究 在5月11日發表的獨家報導中 馬克森和他的同事發現 中共軍方一直在參與有關中共病毒起源的研究 這項鑑定馬來西亞村山甲中與SARS-CoV-2相關的冠狀病毒的研究 是由中共軍方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微生物和流行病研究所進行的基因測罪 和病毒分離進行的 其中該研究員曹武春被發現是上校軍閒 還擔任武漢病毒研究所傳染病中心科學諮詢委員會的董事 該論文結尾的致謝部分說 我們感謝曹武春教授及其團隊 北京微生物與流行病學研究所的 《病原與生物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 為這項研究組出重大的貢獻 包括在研究團隊之間進行協調、進行病毒分離、QPCR和測罪 北京微生物與流行病研究所 有一個隸屬於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 是中共軍方的最高研究部門 但文章中將這部份引去了 照片中另一名穿軍裝的人 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 童兒剛 其工作履歷顯示 除了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了6年外 他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學習和工作了長達24年 2018年6月先到北京化工大學 擔任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 在北京化工大學的官方網頁上列出的 童兒剛的學術成就包括 牽頭承擔軍隊生物安全重大專案 合成生物學、國家重點專項專案 國家傳染病科技重大專項專案 國家生物安全、關鍵技術研發重點專項課題等十餘專案 其中軍隊生物安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生化武器的 另一種委員的說法 2018年他與石正麗等共同完成了一項 關於一種與沙士病毒相似的蝙蝠冠狀病毒 導致豬隻感染致死的論文 2012年的一篇文章題目則是 《災菌體在生物恐怖主義和生物防禦中的潛在雙重作用》 馬克森所提及的文章作者中 還有一位澳大利亞色尼大學的霍爾姆斯教授 他在冠狀病毒研究領域享有很高聲譽 不但與中國學者也有很多合作 還是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與公共衛生學院聯合體中 唯一的西方科學家 片尾童 電影 雙重作者 電影 另一個 他在充電 探索 冷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